大家好 我是三班王强 好多观众都问我 说石老师为什么这么暴躁 其实吧 这与他不同年龄阶段的 丰富的人生阅历相 不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结婚前的石老师 怎么下面有声音呢 哎呀 这同学真怪哈 我看谁不讲 不讲老师就给你分糖吃哈 我看谁还不听话 嗯 都不讲了哈 这同学真怪哈 快学习吧 回孕的石老师 能不能被讲了 你看老师连年也不容易 挺着大都还得给奶奶来上课 你说我该奶奶呢呀 你说奶奶能不能被东张其邦了 赶快学习 行不行 你看 还能碎头破了甲呢 赶快珍惜在学校这点时间 把他做一个作本 啊 别气老师 老师今天身体也不好 知不知道 生完孩子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 能不能把嘴逼上 脾性待遇了回家奶 还要一天都喝用你吗 最像个棉库要么 用把门的脂肪在喷 把把门关上 看谁还把裤子里拉爸爸 谁在讲哈 下个月咱把水都你换了 还要长大以后的 石老师 你 给我死前面了 快 我再用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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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死 你这边臭病 有没有我再生气 有没有 说话 我把丑话弄在这哈 谁在给我把外面 喷起无气把头了 就是我把你骗 你连给我低头 马上进入自己端子 未来即将退休的石老师 行了 小同学 合上你的嘴巴哈 你说你脚子几去能坏了什么 你说我久了 那么多年输了 什么样学生我没见过 我早一眼都知道 奶奶在底下吐什么 我就不愿意数啊 都赶紧学下啊 so 这让大家看出石老师是哪个阶段了吗 你的老师是哪个阶段呢 来 太头 今天放学啊 只留一个座椅 微信搜索 查而走啊 看查而走 泡面粉啊